今天大家會到問這個題目 就是你怎樣看內地小童隨街便力的事件 觀眾可用遙控器的溫定制或控制投票 紅色是內地人不聞名 綠色是香港人欠包 用藍色文化差異造成黃色有人小題大做 問調結果明早上時事全方位同大家一同公布和分析 上星期五問大家會否滿意南亞海難內部調查報告 十分滿意只是百分之四 可以接受百分之十 不滿意百分之十七 令人憤怒百分之六十九 是的 這個大部份市民都有這樣的感受 是的 因為不公開的理由 沒有公開的理由 所以其實問題由於我們的次數關係 我想它是想說的就是 有沒有公布詳細 不滿意是詳細的內容 但實際上它都沒得詳細的 給你幾十頁頁 只有十育二十多頁 實際上實育裏面可以說的話就相對少 在這麼小的情況下 人們都已經很生氣了 因為裡面的實質的內容也說不出 但是這個也是牽涉到一個所謂的 遇到一些海難 空難 什麼難都好 怎樣去管理 所謂的 我很客觀的 怎樣去處理那個所謂的 遇難者家屬的情緒 和社會情緒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 對某些官員來說 其實是很生氣的 生氣什麼呢 就是官員 他說喂 有爛 為什麼一定要人頭落地先 可以是一個制度的破壞的嘛 就是說整個制度爛了 那你就賴 就不賴那個制度 你就找個人出來制旗 那是錯的 這套說法 一直以來 如果你在香港公務員 或者外國都是的 不只是香港的 一出了一些所謂的災難性的東西 大家經常都說 喂 公務員那些 特別是工營機構的人士 經常都說 為什麼要找我們制旗 但是他們在那些部門做事 是不是你們自己的文化 或者監管都有問題啊 他的說法就是 制度腐爛 什麼人做 都會有這樣的結果 有些對 有些不對 是的 因為如果那個人是秉公辦理的 或者做事是一絲不久的 你可以扭轉到文化 如果那個文化真的出了問題 那個部門的首長是可以 或者甚至應該有能力 有需要將它扭轉 所以這是一種 第二種就是 當制度腐爛的時候 你就需要 像剛才說過的 喂 港鐵真的是管理的問題 不過是不是應該在外面找人去 幫他炎一下身 量一下血 砌一輪 重新撿過一轉 叫你做多些運動 怎樣都好 怎樣都要做一轉 政府部門爛 但是不爛不代表不做 這個是一種 但是事實上任何政客都應該知道的 就是逢有災難 任何一個國家 都要有人出來負責 都要有人下來 不是說因為他直接和這間 Mother Nature 所謂港鐵經常 有時候用的那句 是因為它是災難 災難關我什麼事 但是問題就是 災難出來救援又延誤 調查報告又不行 實際上你要找個人出來的 韓國方面的沉船事件 剛剛韓國總理他都辭職 韓國有辭職文化 跟台灣一樣 很難去比 香港不是辭職文化 是不是香港要這樣 就有人要政治問責 是 所以所謂政治問責的意思是為什麼呢 有災難可能不關你的事 可能那件事是整個公務員制度 或者制度40年來 所造成的問題 不過就真是不好意思了 就是一定要有人走才行的 你不走的話 你解決不了政治的危機 就拖 現在那個海難事件一樣 沒有人為了這件事負責的話 就一定會很生氣 有人至少可以頂住 最多你說他 喂 你找個蝦蝦出來頂 好過沒有人頂 現在就是沒有人頂 那些人就棄頂 棄頂就要你開報告 但是開完報告都叫有人下台 所以你遲早 都逃避不了這件事 沒錯 今天立法會就有這個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家屬都會出去旁聽 他們都希望可以公開那個 剛才都聽了 希望了 剛才聽到一點點了 不過鬆了一點點 應該看律政司在月中見家屬 看看會員的效果如何 不過怎麼樣都好 就算災難問題 都要政治解決的 沒錯 沒得談的 繼續留意著 我們先談到這裡 明天下午半小時再見 拜拜